第一位是我们的迪丽热巴 她的毕业照真的好清纯啊 戴着学士帽 她脸上洋溢着青春甜美的笑容 现在的她更加的明艳动人了 有没有 第二位是 千气飘飘的神仙姐姐刘亦菲 她毕业的时候也是一身学士服 笑容甜美 现在只比当初增添了一丝女人味 更加的优雅与华丽 第三位是诗诗 毕业时的刘诗诗留着长长的卷发 现在结婚了变得更加魅力 更漂亮了 简直是女神的典范啊 希望她与四爷能幸福 第四位是志玲姐姐 志玲姐姐当时的学士服真的不是我吐槽 是真的不好看 幸好志玲姐姐的颜值高 不然不知道会被拉低多少分呢 第五位是我们的娘娘孙丽 穿着军装的娘娘好帅呀 还特可爱 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这算是家庭事业双丰兽吗 第六位是郭采杰 刚刚毕业的她留着长长的头发 现在留着短发 现在的郭采杰比以前更加的有气场 更加的自信 事业也是步步高升 第七位是我们可爱的爽妹子 爽妹子现在的年龄还不大 毕业也就前几年的事 当时和现在没什么变化 一样的很清纯 一样的可爱 第八位是佟丽娅 鸦鸦真的很美丽 看着黑眼圈 都可以当鸦鸦的大颗色了 希望鸦鸦和她的宝宝 能够幸福快乐 除了这些明星的毕业造型 你们还知道哪些吗 欢迎评论